第三章眼界格局的敲门砖 千万不要小看眼界 它关系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一个人的眼睛盯在什么地方 那里往往是它迈向成功的最佳落脚点 当我们的眼界变得足够开阔时 意味着头脑中储备了更多的信息 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头脑会变得更加灵活 眼界有多宽格局才会有多大 眼界是什么 它的字面意思是一个人眼睛所能看到的范围 不过我们通常会使用眼界的隐身含义 也就是指一个人是否见多识广 眼界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成长 经历和自身阅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法官民间有句谚语 你曾经走过什么样的路 决定了你未来要在什么样的路上走 意思是说你以往的经历影响住你的眼界 而你的眼界决定了你人生各种各样的选择 很多时候一个人能否成功 努力固然非常重要 但在眼界影响之下的选择 往往能够事半功倍 美图秀秀的创始人吴新鸿就是如此 吴新鸿少年时期就对绘画有着无限的热爱 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很多美术奖项 高中时更是因为在美术 方面的突出成绩被学校保送 后来他选择去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学习 这之后在互联网创业浪潮的推动下 吴新鸿开始自主创业 不过创业这件事选择好项目是关键 吴新鸿在创立美图秀秀前 经手了各式各样的项目 从最初的社交网站 到30多个看似新奇有趣的项目 可都已不关不火高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吴新鸿的眼界 让他意识到移动互联网是一片广阔的商业蓝海 可也恰恰是眼界的限制 以往的阅历令他在很多病 不熟悉的项目上摔了跟头 加上吴新鸿过于可求完美 错过了产品的最佳发布时机 所以没有收到预期想要的回报 不过令人庆幸的是 人的眼界是可以被拓宽的 特别是有了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之后 一个人的阅历得以不断丰富 所以最终 吴新鸿和他的团队创造了美图秀秀 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手机APP 美图秀秀可以说是吴新鸿 将自己掌握的专业美术 支持曾经的项目经验以及时下手机 用户最新最前卫产品诉求的完美结合 这是一个眼界主导下的成功案例 美图秀秀专门针对图片处理这一功能 为用户提供了智能化的修图 和照片美容等多项免费服务 人们喜欢使用美图秀秀 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 只需要在手机上对自己的照片进行简单操作 就能拥有影楼拍摄的效果 然后还可以利用美图秀秀的社交功能 将照片分享到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 很多人经常会在朋友圈杂布 使用美图秀秀处理过的美颜照 美图秀秀已经成为很多人离不开的必备APP 还有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可见眼界还与一个人的知识储备有关系 同样是卖书 隔壁老王只想到从批发市场弄些图书来 跑到夜市去摆地摊可好拔无芳华 却能想到借助微信万能的朋友圈 创建了大V店这个创意十足的电商品牌 大V店借助宝妈群体的力量 实现了利润上的创收 只要宝妈成为会员不仅自己买书能便宜 推荐其他朋友还可以拿到佣金 吴芳华将微商和电商有机结合 这可以说是他对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 心理学传播学等很多理论深入理解后的产物 假如吴芳华将大V店拱手送给隔壁老王去经营 头脑中知识储备不足的这位人兄 恐怕很难驾驭得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那些死读书的人和全世界走马光花旅游的人 未必眼界就宽广 知识只有应用于实践才会真正对现实产生作用 死读书的人只是把知识死记硬背 走马光花到处乱专有的人 图的也往往是个红灰热闹 你让他们说出知识的深层内涵并能活学活用 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戴着平底眼镜 似学书本知识的人 即便考试能取得高分但不入社会 走入职场 却表现得很平庸 还有些时尚大妈 坐着飞机绕住地球转了大半圈 回家后依旧会在婆媳矛盾中苦苦挣扎 知识没有融入灵魂深处 眼界表面上是挺宽广 实际上特别狭窄格局自然不会有多少改变了 如果你想开阔自己的眼界拓宽人生格局 还有一个行者有效的方法 就是尽量去与不同的人接触 从他人身上吸取正能量 独立存在的个体 在意识上势必会有狭隘的一面 不同的人身上往往有着不同的闪光点 特别是那些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你如果可以坐下来和他好好聊聊 眼界也自然会开阔很多 看名人传记以及名人访谈节目 都是省时省力的好方法 比如著名节目主持人陈鲁裕的《鲁裕有约》 就是一个能令观众充分开阔眼界的访谈类节目 鲁裕有约中邀请的嘉宾 有影视界的明星 也有正见名人 还有逆袭的草根 陈鲁裕通过与这些人看似轻松随意的聊天 却让观众注实体验了一把他们不一般的人生经历 真是眼界大开 后来经过升级改版 鲁裕不再只是坐在演播室里采访嘉宾 他开始录制真人修访谈节目 鲁裕有约大咖一日行 这就更不得了了观众跟助鲁裕去见识的 不再只是名人大咖口中说出的经历 而是他们的真实生活 看鲁裕采访万达老总王健林 格力女强人董明珠 不禁让人感叹 眼界与格局之间确实存在着微妙的关系 了解他们的生活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有眼界精无染 星空安可迷的诗句 眼界连从一个人的心而心中的所思所想 恰恰影响着这个人的格局 因此我们不仅要实时处处拓宽自己的眼界 还要把看到的事情类化成一种强大的动力 从心为上体现出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对信息加以鉴别 将那些无用的 有害的信息及时去除 抵制住一些诱惑 不要让他们影响你做决策 现实生活中见多识广的人往往自带光环 他们因为眼界宽广对人性 人生有深刻理解 所以总是非常善解人意 性格宽容随和 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一种让人舒服的大气 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其实并没有多难 所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去开阔眼界 然后将收集到的信息内化 从而形成有建设性的行为 当你因为眼界的改变 做出了一些对自我有所突破的事情时 你的格局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 也只有身体力行 眼界与格局之间才会架起一座宽阔平坦的桥梁 让你向着成功大步迈进 思维方式决定人生格局 网络上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对兄弟 先后两天分别出现在当地报纸上 哥哥刚当上参议员就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为国家做出了贡献记者前往采访他 并将他的事迹登上报纸 而弟弟却因为杀了人背叛无期徒刑 他的事情作为负面新闻也出现在了报纸上 记者在采访哥哥时 问了他一个问题 是什么促成了你今天的成就 哥哥说其实我出生在一个不太幸福的家庭 我的父亲是个好赌又酗酒的人 每天都在输光前后醉醺醺的回家 还会出手打人 我没有办法呀 只好自己努力奋斗 去改变生活 弟弟在监狱里也接受了一个记者的采访 同样被问 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今天悲剧的发生 弟弟叹了口气说 我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 我的父亲既好赌又酗酒 他每天都在赌场输掉身上的钱 然后到朋友家喝个烂醉回到家就总是发脾气 经常动手打我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兄弟两个人在同样的环境中长大 但因为思维模式的不同两人的人生天壤之别 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 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住人生的格局 你对现状是如何看待的 关于人生有着怎样的思考 那么你最终的人生也往往会追寻思维的方向发展 哥哥经过认真思考 从父亲失败的人生中得到教训 不断刷新和放大自己的人生格局 其正确的思维模式为自己的人生保驾护航 得以在正路上走得一帆风顺 弟弟呢 他不懂思考或者说他不懂什么是正向思维 在原本的小格局中和外界相处 才会放任自己在错误的人生道路上前进 最终酿成苦果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如此 经过正向思维的认真思考后 内心就有一份坚定的对错认知 从而能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进行自我鞭策 这会让你不至于像个眉头苍蝇那样 到处去触犯底线而是脚步坚定的前行 这样加上努力前进的奋斗精神 秉持着一种顽强的执着 人生格局就会越来越宽阔 那种正确的方向最终就能 引领自己不断获得辉煌的成就 从而创造出有价值的人生 那么怎样保持正向思维呢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优秀人士的形式方式 就不难看出他们都有以下几种思维模式 优秀的人一定具有目标导向型思维 没有目标的人生就没有什么正确思维模式可言 即便有也是无期之谈 目标是决定人生格局的最基本前提 也是努力的第一驱动力 优秀的人往往都很善于 挖掘自己心中的愿望和目标 之所以说挖掘是因为他们懂得最原始的 欲望才是最具有吸引力的 很多人为自己的欲望裹上了漂亮的包装 动辄谈人生理想已显示自我格局不一般 而实际上能一步一步把目标变为现实的 往往是那些敢于把最真实的想法展露出来的人 只要行为是合法的 你可以大大方方地去追求财富 只要是心甘情愿的 也可以为了爱情过不一样的人生 无论什么样的目标去把它具象化 然后脚踏实地实现它 这才是大格局人的作为 编剧高满堂曾谈起过自己的奋斗史 当被问到当初是怀着怎样的理想从事编剧工作时 他给出了一个令人有点意想不到的回答 年轻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电影学院旁听 听了一会儿就想到教室里去 和那儿的学生一起讨论电影 结果被人赶了出来 我就暗暗发誓要成为一线编剧 不再被人这样对待 高满堂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 创作出了《黎巴女人和狗》 《加油九凤》《错爱》等众多热播剧 成了许多人眼中的编剧大神 高满堂的影视剧作品 成了圈内不少编剧新手学习的典范 他也因为这些优秀作品 获得了国内国际上的许多大型编剧奖项 有个老总在公司全员大会上问大家 你们在这里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被点名的员工有的回答 为了自己的理想 有的回答为了公司的明天 还有人回答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老总笑了笑 要我说 每个人的目的都是挣钱 台下审没了半分钟 员工们笑着鼓起掌来 耿直的老总 一语道破了大多数员工的心声 很多人目标感不够强烈 而有些人则是给自己的目标 加上冠冕堂皇的名字 有这两种思维的人格局往往也是虚的 自然就无法高效率地做出成就 我们完全没必要对自己的目标支支掩掩 必须把它弄通透 也就是说树立一个目标 并且是清晰可行的目标 就是每个人最该具备的第一种正向思维 有了目标每天做起事才会更加有力量 优秀的人还一定具备整合型思维 所谓整合就是不排斥任何人和信息 有足够的包容力和吸收力 从而不断地接受或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人们常说聪明的人见到人才 会努力也成为那样的人而最终能成功的人 是努力将人才为我所用 有如此智慧和胸怀的人 人生格局必然不会是狭隘的 这种包容力同时也应表现在对信息的处理方面 优秀的人很少会屏蔽外部信息 他们会像海绵吸水一样 尽可能多地吸收一些信息 然后从中逃选出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加以保留 那些只守着自己一片小天地做事的人 才不喜欢接受新鲜事物 越是卓越的人越喜欢阅读种类繁杂的书籍 他们什么都想了解一下 什么都渴望弄明白 而一个人越成功其兴趣爱好往往越广泛 这不是因为成功的人有财力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 而是他们更懂得有容乃大的道理 他们善于整合 善于从外部信息中汲取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 就像乔布斯在创立苹果公司之前 曾经远赴印度寻找灵感 谁会想到 做科技产品的人会去寺庙 里寻找度过难关的方法呢 可他去了 最终以自己的方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并且创造出了改变世界的产品 优秀的人总是张开自己的怀抱 不拒绝任何了解世界的机会 因为他们懂得一个道理 有些事情看上去没有用 但却可能发挥大用 以如此思维做事的人 人生格局自然会越来越大 正向思维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方式 就是利他思维 也就是只做事情会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 不是只想着自己 这个思维方式看似属于道德层面 但实际上却实实在在是优秀 的人必须具备的思维方式之一 不用太费力观察 你一定会发现 这个世界上成功的人肯定是非常善于利他的 这是聪明人都懂的道理 单纯的利己主义者太过愚蠢 他们把关注力过多地放在自己身上 以为这是完成自我成就最便捷的途径 但最终他们只能获得短期收益 而长期的大收益绝不属于他们 这也说明利他思维是为大格局服务的 利他思维最终的导向仍然是 在自我成就的大厦上添砖加瓦 常见的利己主义者是什么样的 他们会把工作中的信息和技能捂在自己兜里 生怕别人偷取一丁点 为的是每月工资 有少的可怜的上涨幅度 利己领导 最典型的利己手段 是想方设法减少员工利益 以不断争取每个季度的成本支出能少一些 再少一些 生活中最利己的人常常是对人黑着脸 蛮横 霸道且抠门 只为有好东西可以自己独享 最终这些人会获得什么 工作中的利己主义者也许每月都多拿了一点工资 但是不懂合作的他 鲜少有升职机会 利己的领导或许每季度会多获得一些利润 但他永远都不可能把事业做大 生活中的利己主义者永远都不会吃亏 然而他不会有真正的朋友 也永远不会懂得生活的真谛 格局大小自然不必多言 因此聪明人总是愿意慷慨帮助他人 为他人提供价值的人 才能常常得到他人提供的价值 思维是可以后天训练的 懂得以更正确更开阔的思维方式思考的人 他的人生格局必定也会得到不断的提升 打破思维定势 思维定势是指人的思维模式成了一种习惯 在面对不同事物时 往往也只会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思考 显然 思维定势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正确判断 这很好理解世界上没有人士 知道全天下所有的事情和道理的 在不了解一件事物的本质或真相之前 以思维定势对事物进行判断难免会出现失误 再者世间万物都在一刻不停地变化住 即便是以前的真实也有可能变成今天的虚假 因此思维定势也不可信 与此同时习惯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东西 养成好的思维习惯 往往能彻头彻尾地改变一个人 但是如果坚守着坏的思维习惯 也总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毁掉一个人 总是已固有思维思考的人 人生格局如同现在一个思想的监牢里 被惯性思维拖拽者难以保持其应有的价值 让我们来看一个因思维定势而判断失误的例子 有一天贾问了你两个问题 贾 第一个问题 现在如果需要你投票选举一位领袖 但候选人只有以下这三位你会选哪一个 候选人A是个老烟枪 好酒且每天必须饮八杯以上马天尼 他迷信心向占卜有婚外情 还和一些不太诚实的政客有所往来 候选人B在大学的时候吸过鸦片有点懒 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同样好饮酒 每天必须喝大量威士忌 且工作时有两次被解雇的记录 候选人C是一位受过薰的战争英雄 素食主义者不抽烟偶尔喝一点啤酒 没有发生过婚外情 E不能管理好自己的人 怎么能管理好政府 我选C 假 候选人A是富兰克里罗斯福 候选人B是温斯顿丘吉尔 候选人C是阿道夫希特勒 假 第二个问题 一个患有眉毒的女人怀孕了 如果已知她的所有孩子中 会有三个龙人 两个盲人 一个智力障碍者 你会建议她堕胎吗 咦 这还用问吗 我一定会尽力说服她去堕胎 假 你刚刚的决定杀掉了贝多芬 她是贝多芬的母亲 玛丽亚玛格达琳娜 这个例子恰巧就是一种典型的思维定式 心理学上叫做冰山理论 冰山理论是指事物呈现给我们的往往只是很小一部分 大多数真相通常被掩盖了 这时如果不经过观察或调查就轻易下结论 那么结论的正确率一定是相当低的 仔细回想一下生活中那些被称作是有大格局的人 他们在预示时一定是非常冷静的 学不轻易做出或说出自己的评断 他们会尽可能地先了解事物的全部 我们也应该在生活中培养这种思维习惯 有些人常犯这样的毛病刚刚听到某个消息 才见到某些事物 很喜欢立刻说出绝对性的话语 不可能肯定是假的等语句常常挂在嘴边 这些人也总会因为太鲁莽被事实打脸 我们应当培养一种镇定的态度 做官风云变换后再去做出决策或给出结论 第二个影响人生格局的思维定势 就是很多人太急于做个好人 做个强人 有时用力过猛或者表现过多 很容易就出现反效应 这就要求我们懂一点期望值管理思维 举例来说 生活中常见这样的现象 有个人一直尽心尽力为亲朋好友帮忙 哪怕耽误自己的事情 也从不拒绝别人的请求 有一天他突然拒绝了一个要求 亲朋好友就会觉得这个人不近人情 对他的评价一落千丈 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太喜欢帮别人的忙 但有一天突然展现出自己的善意 帮别人处理了一个麻烦 那他的口碑立刻会提升很多 大家反而觉得他变得好相处了 职场周也同样如此 假如一个员工为了得到上司的注意 总是夸下海口 对上司承诺自己能完成任何工作 那么当上司交给他一项棘手的任务时 他完成了便是理所应当 完不成难免遭受上司的轻视 同事的扮演 可其实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最终还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能力也依旧是那么多 只是我们在他人眼中的期望值不同 于是我们就会被鄙视无能 或者是被高看一眼 这个心理效应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道理 有些事情不会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去发展 甚至会和表面现象南辕北辙 这个思维定是我们必须要突破 这并不难 只要稍稍留点心眼 还未做到的事情不要当成承诺说出口 也不要为了给别人留下好 印象进行过多的自我推销 你越是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就越是要收起自己的表现欲和虚荣心 平时表现的谦虚一点 带到关键时刻出手 才能带给别人经验的感觉 打破思维定是另外一个关键的方面 是要懂得随时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 人都有惰性思维同样如此 有时我们忽略了接触新的思想 更新自我的思维方式 而在今天飞速变换的社会里浪费了时间和资源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令今天的社会顺息万变 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应用信息碎片化 令我们始终要处于一种随 时随地做好自我更新的状态 如果不注意更新自我毫不夸张地说 在未来20年甚至是10年内 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文盲 这样的人思想远远落后于时代 人生格局受到局限想要突破会更加困难 更新思维方式的意义不止 在于可以更好融入这个社会 能以更新的视角看待问题 还可以帮助我们更新自我 实现不断的自我改良保证不被时代所淘汰 孟小江刚刚大学毕业时 在一家飞机票电话预定中心工作 负责为打来电话的顾客在线购买机票 这个工作每天要接触大量姓名 一些顾客的名字中有声辟字拼音打不出时 就只能由主管用五笔打好复制发到员工电脑上 这样虽然很不方便 但是每个员工都习惯了这种操作 没有人想到为了这一小小的 环节专门学习五笔打字 只有孟小江上了新他每天下班回家后 都会自学五笔打字一个小时 他很聪明对文字也比较敏感 不过几天就背熟了五笔字根表 便能用稍慢的速度打出一些字了 他又继续练了半个月 打一些复杂的生辟字已经不是问题 虽然速度不是很快 但在工作时凑合着也能用用了 从那之后孟小江就无需再麻烦主管 每次遇到生辟字他也能打出来 如果同事遇到生辟字他不忙的时候 也会帮同事打号发过去 后来主管升到了部门经理 临走之前特意向上级推荐了孟小江 孟小江入职没多长时间就升职当上了主管 聪明人都有很强的危机意识 他们明白 在这个时代只要一天不进步 就相当于落在别人后面一天 人如果不及时提升自我 那即便有无数机会从身边经过 也只能与自己擦肩而过 优秀者不断更新自己的思维 也成了一种习惯 也许一个小小的变化不能 给工作带来实质性的进展 但常年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就由此拉开 因是便有了成功者和失败者之分 还有一种思维定势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那就是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 埋头钻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以前通信和交通工具不大便利 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却是很少 那时流行的是潜意性 钻一行 爱一行 只要能坚持在一个领域努力 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然而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 今天的社会已经完全不同了 不但各领域之间的联系加强 有些专业甚至在看似不相干的 领域发挥着必要的重要的作用 现在的社会如果想成为优秀的人 成功的人 那就必须要具备多学科思维 对于一个具体的问题 如果仅用旧有的一种方式解决 或者不懂得合作 那就只能得到一个狭隘的结果 美国有一句谚语 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看来 世界就是一颗钉子 讽刺的正是这种现象 因此改变固有思维 全面的多学科的分析问题 迎接你的会是一个豁然开阔的境界 思维定势影响的是整个人生格局 甚至直接影响我们的人生结局 因为它会通过行动体现出来 而但凡有行动 现实总会在不经意中发生改变 打破思维定势 给思维注入新鲜血液 我们才有可能屹立于不败之地 不要低估自己 时下非常流行一种教育理念 叫做赏识教育 这种教育模式不是说你要一味地夸奖孩子 而是说你要带助欣赏的态度去支持孩子行动 并且帮助他们找到行动中的问题 同时科学合理地引导孩子解决问题 美国密歇根州的学者研究指出 赏识教育下的孩子 往往对自己的能力有更清晰的认知 他们遇到自己可以胜任的事情时 总是充满信心 赏识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 提倡家长不要去过分否定孩子 但也不能过分夸奖孩子 家长真正要做的是让孩子对自己有客观的评估 对自己的综合能力有清晰的认识 仔细想来在众多想要提升自身格局的人中 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认清自己 其实眼界内划到个人身上 除了要明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之外 更要知道你的能力究竟有几经几脸 不过对于很多执着追求梦想的人来说 挫折常常会消磨到那些骄傲自大 留给人们的确实很多的自我否定 在梦想的道路上坚持得越久 反而会更加怀疑自己的能力 进而看低了自己 由着中国大陆摇滚乐教父之称的崔健 曾经创作过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叫做 一无所有 崔健在1986年的时候 第一次演唱了这首歌 直到今天很多人在郁闷惆怅的时候 还能多多少少地哼唱出来 歌词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刺痛了多少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 与崔健这首歌相似的是歌手王杰演唱的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这首歌以更加含蓄抒情的方式 将那种人们在黑暗中的迷茫抒发得淋漓尽致 关于一无所有这个话题 总是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事实上这种在挫折面前的自我否定 就是对自我的一种绝对低估 很多人往往习惯了这样想 甚至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我们需要对自身能力有个全面的认知 一个人的能力 不只是他在做某件事情 表现出来的那么简单 心理学上会把能力分为现实能力和潜能 这两种能力构成了一个复杂的 立体的人 我们看待自己时 也就要相应地看得更透彻一些 这样才可以对自己有透彻的认识 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能把什么钱好 现实能力是外显的 可以被我们用眼睛真真切切地看到 现实能力也往往会通过一个 人行动上的成败来对其做出判断 比如有位作家他思维缜密很会处理文字 出版了不少图书 有位画手他很擅长绘画 在网上有很多他的漫画作品 有位企业家他把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 一度成为跨国的上市公司 这样的能力可以被人看得到 作家、画手和企业家在各自领域取得的成功 也让更多人对他们的能力加以认可 不过这种现实能力有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通常会在失败和挑战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接二连三的挫折和失败 会让一个人的内心备受打击 让人的现实能力也变得低下了 很多人即便曾经很成功 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也会怀疑自己 会担心和害怕自己缺少再次站起来的能力 可理智地来看你能做好的事情 依旧可以做得很好 不能做好的事情 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激发自己的潜能 是完全有能力做得更好的 有音乐神童之称的莫扎特 四岁时就开始学钢琴 他的老师就是身为宫廷乐师的父亲 有一天父亲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 刚进门就看到莫扎特在画 有五线谱的纸上写住什么 朋友以为这个孩子就是随便在五线谱纸上乱图画 莫扎特的父亲看过儿子写的东西后 发现莫扎特写的竟然是音符 莫扎特这是在创作乐曲啊 父亲跟住那些音符哼唱出旋律 发现莫扎特创作的曲子还很好听 于是莫扎特的父亲认为 这么小的孩子对音乐就显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 一定有能够成为音乐家的潜能 很多这个年龄的孩子还在树林里疯跑 坐在草垛上发呆或者淘气地捅别人家的烟囱 而莫扎特就已经想要创作乐曲了 父亲便安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培养莫扎特在音乐上的能力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莫扎特六岁时 他父亲就尝试着带他去参加巡回演出 这之后经历了大约十多年的时间 莫扎特一直都跟随着父母边演出边旅行 这样的音乐演奏经历也让莫扎特意识到 自己在音乐方面还有很多未发掘的潜能 他开始倾向于歌剧创作 同时 莫扎特也逐渐对自己卑微的演奏地位感到不满 他想要获得更多尊重 好在创作方面有更多的自由 大约在莫扎特25岁的时候 他辞去了宫廷乐室的工作 在维也纳成了自由作曲家 也正是在这之后 莫扎特的音乐潜能得以充分释放 他接二连三地创作出了很多出色的音乐作品 比如歌剧《剧院经理》 费加罗的《婚礼》《堂皇》等 这些作品都成了音乐史上的传世之作 莫扎特也因此成了名垂千古的伟大音乐家 我们多数时候很难看到自己的潜能 也不能对潜能有准确可靠的估计 奥地利作家德拉姆斯说过 你最想要成就的那件事情 往往与你的潜能有关 因为潜意识里我们对自己是有一个判断的 想做什么与能做什么 其实是有着必然联系的 在头脑中 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如同两个性格不同的灵魂 始终在不停地争论住 争论的最终结果会在内心转化为一种肯定的答案 遵循着模模糊糊的潜意识指引 会让我们做起事情来犹豫不决 甚至会陷入自我怀疑的怪圈中无法自拔 因此在拓展自我格局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进行科学的自我评估 有了科学的数据支持 直觉就可以变成能被看见的具体的数据 科学的自我评估 在职业规划领域应用非常广泛 通俗的讲就是要通过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 来科学评估自己 定量评估 主要是指将行为等量化成具体的数据 设定相应的时间段 在该段时间内对量化数据进行系统收集 然后汇总形成分析表格 定性评估则是收集亲戚 朋友或者某些权威人士的主观评价 对这些评价汇总后得出对自己的科学认识 有位名叫周琪的上班族 他想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做出科学的评估 他先统计了近半年来自己的工资收入和消费支出 详细具体地列出了这些资金的来源以及用途 然后又分别统计了自己用于工作 社交和自我提升的时间 最后周琪分别找自己的父母 同事朋友领导等聊天 从他们那里收集到了很多关于自己能力的信息 以及对方期待自己获得什么样的能力的信息 将这些数据收集起来以后 周琪基本上对自己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了 他意识到自己在英语口语方面有着突出的优势 但人际交往能力比较薄弱需要进一步强化 还有一种叫做SWOT分析方法 在管理学中广泛应用于企业 对个人的自我评估也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种分析方法向我们提供了四个自我评估的维度 分别是我们所擅长的事情 不擅长的事情成功的契机 以及来自竞争者的挑战 运用这种分析方法不仅可以看清自己 还能看清周遭的环境将自我与环境结合 从而明白自己能够把什么事情真正做好 同时对于挫折和失败心知肚明 人就是这样一种有趣的生物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我们历经岁月的打磨后 更多时候往往不会高看了自己 而是时常会低估自己的能力 那些曾经的经验和教训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前行道路上 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担心 可如果怀揣着这样的担心 硬住头皮继续走下去 人生便很可能会陷入焦虑的漩涡 抑郁 狂躁 妄想等各种心理问题扑面而来 我们真正需要的 是拨开迷雾看到最真实的自己 想要做到这一点 也只有依靠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了 也确实是在运用科学的评估方法之后 我们才能站在科学基础之上 放眼自己的人生大格局 勇敢地做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别被眼前的事迷惑 我们常能听到浮云这个词 查询一下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词根本不是什么新名词了 很多古代名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得到 据说大教育家孔子是最早使用浮云的人 有不一二父且归于我如浮云 北宋文学家王岸石更有不畏浮云之妄言 自原生在最高层的诗句 可见多数时候古人是以一种大家风范 江明获利这些东西看作了浮云 然而今天 人们更是将浮云的概念泛化 于是就有了 什么都是浮云这样的网络流行语 那么浮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指那些遮挡在我们眼前的纷繁事物 这些事物在以前多止暂时的安逸 现在也可以指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他们虽然看起来挺多或者挺繁琐 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团无足轻重的空气 可偏偏就是有很多人看不透眼前的浮云 被眼前的纷繁挫杂所迷惑难以勇敢地冲过去 继续往前走 有对挺恩爱的夫妻妻子是小学教师 丈夫是一家科技公司的程序员 丈夫最初入职的时候由于工作经验少 开发的项目小所以薪水也比较低 妻子就不同了由于教学工作做得好 加上她又非常擅长考试 很快就获得了学校里的正式编制 还经常被评为优秀教师表彰拿到各种奖金 没过多久妻子决定继续深造 参加了研究生考试 丈夫呢 还在程序员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面对丈夫每个月拿到的那手的可怜的薪水 妻子对她越来越不满意 丈夫也很郁闷和萧婶放假在家的时候 总是一个人待在书房坐在电脑旁边 一待就是一整天 后来他们有了孩子 妻子对丈夫就更加不满意了 薪水拿得少每天就知道古刀电脑 家里很多数额较高的花费 比如孩子上早教的费用 买房的首付等 丈夫都无力承担 于是妻子最终提出了离婚 带着孩子离开了丈夫 不过我们知道程序员这个职业 她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丈夫经历了五年的打磨 积累了很多产品开发经验 渐渐的公司开始分配给她一些大型项目了 她由原先的程序员菜鸟 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工程师 相应的公司对她的新进待遇也做出了调整 特别是她为公司成功开发出了一款新产品 在数码市场上获得了高额回报 这下她不仅成了业界名人 很多知名企业都提出了优厚的待遇 想要把她挖走而原先的公司 为了留住这个人才不仅给她涨了工资 还将她升职成为部门主管 当她把孩子的抚养费交到已 经是她前妻的女人手中的时候 曾经的妻子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她现在自己带着孩子 日子过得比离婚前更加艰辛 想要再婚寻找适合的再婚对象 其实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当时就不能再坚持一下呢 如果当时可以再坚持一下 现在她们会过得更加幸福 可丈夫已经被前妻伤透了心 她已经不想跟她复婚了 这段破碎了的婚姻 因为妻子被眼前的困难所迷惑 变得支离破碎 很难修复 如果仔细深究一下那些带给我们的困惑 你会发现 无非就是些在求不得时遭遇的困难 挫折和失败 它的典型特征就是 在我们面前摆出一个或者多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折磨住我们的内心 然后给出坚持和放弃两个选项 让我们自己做出选择 坚持意味着你的内心要继续受折磨 受多久折磨没人知道 但是坚持着走过来了 浮云消散 你说获的就会是成功的喜悦 放弃意味着你的内心 现在可以不受折磨了 但是说不定以后会遗憾 甚至会与成功擦肩而过失去的更多 所以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 想要拓宽我们的人生格局是必须要坚持的 特别是在被很多现实问题困扰着的时候 凯书讲故事这个品牌 在今天的幼儿教育产品领域 特别是听书市场上 可以说是占据住绝对优势 2018年 凯书讲故事获得了1.56亿元的融资 APP用户达到了800万以上 从2014年创办以来 凯书平台上的故事累计播放次数达到19亿之多 很多孩子和家长 都成了凯书讲故事的忠实听众 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曾经的央视主持人王凯说过 凯书讲故事最初发展的三年 其实是比较艰难和漫长的 当时王凯从央视辞职 想要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他喜欢给自己的孩子讲故事讲着讲着 就产生了创办一个像凯书讲故事 这样能够给更多孩子讲故事的平台 于是他利用时下最流行的APP 微信等技术 努力打造内容IP 凯书讲故事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与国内很多同类平台的最大区别在于 凯书讲故事对内容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比如凯书西游记 凯书365页等产品 在原创度和后期制作方面 都体现了对极致的追求 恰恰是因为这样凯书的每一款产品的打造 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 这在今天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 还是很冒险的 不过令人庆幸的是 凯书讲故事始终以一种淡定和审稳的态度 在不断发展着 熬过了创业之初艰难的三年 技术人才 资本等各种资源都得到了很好的积累 于是在2018年 凯书讲故事实现了这的飞跃 湖南卫视热播的电视节目《身临奇境》中 不仅能够看到主持人王凯的身影 还可以看到凯书讲故事的企业标识 不少城市的学校附近 往往能够看到挂有凯书讲故事标牌的店铺 凯书推出的实目学习桌令许多家长爱不释手 还有早前推出的随手听产品 更是被众多家长疯抢 我们不得不佩服凯书讲故事的大当家王凯 凭借内容为王的理念 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商业案例 那些来自同行的竞争 和最初发展时的不被看好与质疑 在凯书讲故事获得的成功面前 就像是浮云一样了 只是成功者与失败者的最主要区别在于 前者最初就没有把这些浮云当回事 或者说是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 但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去排除干扰 解决问题 同时耐得住时间的考验 有足够的耐心去收获成功 无疑 凯书讲故事为我们展 现了一种开阔的人生格局 这确实是成大事者应当具备的素养 于凯书讲故事相似 凡登读书会的成功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眼界与格局 凡登读书会的创始人凡登 也是从央视辞职的主持人 凡登创办他的读书会之前 在移动互联网上靠内容收 费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人们习惯了使用网络上的免费资源 纸质书的价格也变得越来越低廉 许多传统书店甚至面临着经营不下去的危机 可凡登并没有被眼前这些事情绑住手脚相反 他看到了内容收费的潜在市场 特别是那些知识型人才每天犹豫工作忙碌 阅读时间就变得极其珍贵 如果将书本上繁琐的知识浓 缩出精华来提供给阅读者 用听书代替看书不仅会提高人们的阅读效率 还会挖掘出收费阅读这个潜在市场 拓展出巨大的利润空间来 凡登读书会就是在这样一种 理想化的愿景中建立起来的 事实证明 这种转变思路 积极拓展的创业方式 无论是在实现目标的速度 还是在对现实的改变上 都有着不可代替的促进作用 从2013年凡登读书会微信平台上线 到2015年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 凡登读书会在成都武汉 北京等地的读书会相继建立 同时还迎来了超过百万元的投资 到了2017年 愿意支付365元的会费 加入凡登读书会的会员 就已经有200多万了 在全中国 凡登读书会的分会达到了500多家 还有11家在海外的读书会 如果我们要做个大格局的人 无论眼前现状如何都要耐得住时间的打磨 时间能令浮云消散也能增长我们的见识 将我们的意志品质锤炼得更加顽强 同时我们会演化出一种属于自己的成功模式 在这条追求人生梦想的道路上 明白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什么可以无所顾忌 正如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重的台词所说 公民与我如浮云 在下一点也不稀罕 眼前某些苦苦追求而得不到的事物 仔细想来真就那么重要吗 我们常说要活在当下 不过 这样的当下必须是你拨开浮云 剔除掉那些自我怀疑以及他人的冷嘲热讽后 真正坚持下来的当下 也只有这样的当下 对于拓展和升华我们的人生格局 才有足够的现实意义 至于眼前那些纷纷扰扰的纠葛 挫折 困难 我们大可以尽人事 听天命 把能做好的事情做好就够了